书谁签的字啊 当时他吃回了我一气之下 给他离得婚 行了 他就无理取闹着你 真的这个脚子 你是没你什么事 你别说 没你什么事 你离婚了 你干什么 要王子要钱 太不想道理了 你是说到我命运家 就是谁 我们干什么 我就带姐姐 干什么 你让她姐姐 你让不对 来来来 我看你了 我觉得姐姐都针对你 我卡住挑了 炸明湖里面去 我想着我自杀 我太傻媚了 两个女人都在逼我 我跟你很傻媚 你这辈子找撒老婆了 还无数外遇 这个东西 就是命运单牌 好命运单牌 但是啊 这个车越好又好 这个房子越好也大 老婆越好也小 但是我不认为老人 慢慢的 所以你别着急好不好 正常的 这是文艺 这是文艺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我怕你再继续的傻 好像死你 陈永芳 我应该喊你生阿姨啊 你如果 觉得你是抵挡不住 他的前妻的攻击 而放弃 我还是替你担心 我现在要你 发现了解的一点 是这个人 是这个人带来的麻烦 而不是他前妻给你的麻烦 这一点你 你这两个概念 你能区分的清楚吗 是因为这个人 没有办法去解决好 他本该解决好 前妻来攻击 这个家庭的问题 所以你才要离开 这是两个意思 你明白吗 就是因为他没有解决好 他之前说的 和现在做的是不一样 对了 你要搞清楚 今天的走到这一步 不是他前妻的问题 是张世俊 第一 没有保护好你 第二 张世俊 没有处理好 跟前妻的关系 第三 即使他能保护得了你 能处理得好 前妻的关系 你是不是能够受得了 张世俊 那很低很低很低的底线 因为人家是搞文艺的 这些才是你真正 需要考虑的问题 如果他是一个负责任的 有担当的老公 他的前妻不会来烦你 至少他的前妻 没办法把那根香蕉 塞到他的嘴里 这是你要考虑清楚 你还有什么想跟太太说的 既然你了解事情的过程 说我本身 我给你表国太太讲过 展示和蒙 不重要 看着行动 坚决不离婚 我不用让你再受到伤害 而且过去的风红流流 关系和大风大雨都过去了 但我孩子的问题 你不要操心 房子问题我不卖 就是说我想办法 我的工作全交给你 这回西线问题 我女儿的开病的问题 我来解决 晚年 就是大家相互相爱 孩子一句话 不和你离婚 我可以相办 到晚年 你相信我 好 跟女士还有什么想说的 还是不相信 还是不相信 好 不要听别人的 你自己拿主意 不要听别人的 自己拿主意 感情和 人生的路怎么走 还是要靠自己选 好了 接下来两位 来 先请按钮 好 陪用房张世俊 最对刚刚结婚半年的 半路夫妻 今天面临 最终的选择 究竟是离婚 还是继续在一起 两位 请听好的 在我倒计15秒之后 如果要 继续在一起 请按钮转针 如果要离婚 请离开这个舞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经过现场专家 和主持人的调解 面对张世俊的一番成果 我们重来 我们重来 尝试的去对待 彼此都没一猜 终于有理由分开 第二来我们听听三名专家的意思 来 雷老师 不谴责 不代表 不气愤 不谴责 有时候代表 我们